原标题 如意传 它是卖主球容的新鸡女 被刺猫行 这史上却只存在五年 导读 如意传正在热播 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 逐渐有了公道的味道 女主如意也遇到了入宫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这次危机却是内部出现了问题 如意身边有两个侍女 一个叫阿若 另一个叫索欣 阿若自是侍如意的陪嫁侍女 有主人的庇护 经常口无遮拦 又因父亲治水又供 受到皇帝的夸赞 便逐渐飘了起来 终于得罪了贵贵妃而受到了严惩 数家贵人的挑唆 阿若已有了被主之心 恰好后宫的梅贵人和宜贵人 先后在生育方面出现了问题 宜贵人甚至因此而丧命 贵贵妃加贵人 需要将货款转移给贤妃如意 不过需要一把刀 这把刀便是如意的侍女阿若 最终阿若还是背叛了如意 如意入宫以来第一次被打入了冷宫 不过如意毕竟带有女主的光环 不会轻易地被击垮 复出之后的如意对背叛自己 已经被封为慎贫的阿若进行了保护 残酷的猫行令阿若后悔不已 成为压跑他性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通过阿若的遭遇 可以发现 被主之被一般不会有好下场 这似乎已成为影视中的一种定律 然而通过翻阅乾隆后宫史料 可以发现 乾隆后宫中果然有一位圣品 史料记载 圣品拜尔克斯氏 德木齐瑟英查克之女 乾隆二十四年入宫 被封为一贵人 通过这份简历 可以看出 历史上的圣品似乎是一名蒙古女子 至于她是蒙古在其女子通过选秀进入后宫 还是作为蒙古民女 直接被送入皇宫 我们就不得而知 不过 从拜尔克斯氏最初一贵人的名分来看 她的出身似乎还是可以的 拜尔克斯氏获宠的另外一种表现 就是她入宫三年后就获得了内庭主位 被封为甚品 似乎她已经打开了晋升通道 就在拜尔克斯氏春风得意之际 却传来了坏消息 乾隆二十九年圣品命丧黄泉 此时据她进入皇宫才不过五年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 乾隆后宫中不止有一位圣品 仔细查阅一番 竟然还有一位圣贵人 这位圣贵人相比起圣品来说更加神秘 因为史料中关于她的记载更少 生年 姓氏 莱利等统统没有 不过她在乾隆十三年就已经获得了贵人的名犯 乾隆四十二年病逝与紫禁城 可以发现 这里有一个不合理之处 从乾隆二十七年拜尔克斯氏封慎平 到乾隆二十九年拜尔克斯氏病逝 乾隆后宫竟然有两位封号相同的妃子 一位是慎平拜尔克斯氏 另一位是慎贵人某士 这种现象是极其罕见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